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全国推广和普及短道速度滑冰之下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体育周刊是我们第一体育打造的一个全新的资讯板块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看到这一周内吉林省的重大体育事件 还可以了解到体育界最新最火的消息 那么在今天的体育周刊中 我们将会了解到哪些重大事件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体育周刊 这是享誉国内外的农博盛会 又一次隆重开幕了 这又给了无数朋友们一个举加油玩的好去处 那么在新厂道农博会里各个展馆的同时 农民区文运动会作为一个亮点板块 同步火爆开场 来自长春市15个县市区代表团 600余名农民运动员和30名农民是才艺绝活表演者 联手为参展的嘉宾和市民观众 奉献了一台精彩刺激 新颖独特的开场白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本届赛事由农博会组委会主办 长春市体育局长春市体育总会承办 赛会以绿色农博健康长春和农民节日市民节日为主题 东元广大农民朋友树立生活笨小康 身体要健康健身理念 全面体现长春农博会新形式新内容和新特点 展示新农村建设成就和农民精神风貌 提升农民健康水平和整体素质 营造火爆热烈的展会气氛 为全景展现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 和贴近农村生产生活劳动场景 本届赛会创新设置了 爆冬瓜赛跑 洗货丰收 抗旱提水 抢粮进舱 回娘家 速度插秧 手推轮胎跑 赶猪跑 田地保龄球 背媳妇赛跑等十项单项赛 和集体奔小康拔河等两项集体赛 并对精彩道具和环节 进行了浓眉十足的趣味包装 各参赛代表团也是积极投入比赛 力争上游 九台 业业 九台业业 我们这次组队来了团队40人 九台区政府非常重视此次活动 经过两周的训练 大家都干劲十足 争取我们这次争取取得好成人 像上次一样取得冠军 我作为农民来说 能参加这次农村运动会感到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参加这个农村运动会给我们农民 业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 我们以前很少接触这些活动 也希望经常组织这些活动 我们农民继续参加 展现我们农民的新形象 记者在赛场全程感受到忽眠而来的 一片乡土气息和丰收喜悦 不少参赛队领队告诉记者 为了备战本届农民运动会 农民朋友们在赛前的训练中刻苦努力 付出了很多 他们应该说做了精心的准备 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 我们这个运动员在训练 集体奔小康运动项目的时候 腿和脚包括乞丐都磨伤了 磨磨磨了很多 应该说付出很多 也认真地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不少农民朋友告诉记者 一望他们认为 田间耕作就是体育锻炼 现在发觉这种观念很陈旧 健身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 循序渐进 需要在平时的生活中 把健身养成一种习惯 而农民运动会 更是激发了他们健身的兴趣 在一天半的比赛中 在火爆刺激 营养麻烦和欢歌效益中 最终决出了 县市区团体总分等奖项 通过这个活动 使农民们得到了交流 得到了提高 全面奔小康 首先要身体健康 通过这个活动 使他们农民 更加增强 全民健身的意识 通过体育锻炼 使他们身体素质提高了 对他们今后的劳动 和劳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 能激发他们 经常地参加体育锻炼 能够尝试 体育锻炼后 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实惠 愿他们在良好的身体 基础上 在他们劳动当中 更能有收获 更能创造他们更大的财富 这次农博会的农民 区域运动会 已经是第二届了 说到规模 自然不用说 肯定是远远超过了 去年举办的第一届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农民运动会 与普通运动会不同的是 它的前期准备工作 需要做大量的 那么为此 我们的裁判和工作人员 也是付出了很多 本届农民区域运动会的 裁判和工作人员 大多是来自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长征师范大学 吉林体育学院等 高校的教师 他们当中有不少 是吉林省体育界的老前辈 虽然参赛队伍 人数众多 天气炎热 但是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 还是克服困难 有条不紊的 为赛会心情付出着 5.17 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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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第二届了 第二次来 多数都过来 第二次来裁判了 所以说他们在这里 就是说他们 就是为咱们这农民 这个裁判 感觉非常有意思 这个裁判 这个项目呢 也挺多的 也挺功夫的 我们这个裁判呢 就是说主要以 为大家服务为 为标准 所以说尽量满足 咱们农民 这些运动员 的各个要求 于福胜老师告诉记者 比赛装备和道具 提前很多天就准备就去 运到了比赛场地上 而且还要对这些东西 妥善保管 因为这些道具 除了物品之外 还有活物 在抢粮进舱项目 进行过程中 由于比赛时 队员跑动速度较快 会将粮食 洒落在地上 一轮比赛结束后 为了尽快开始下一轮 工作人员需要迅速 把粮食 重新装回袋子中 记者看到 有不少人是亲自动手 来操作的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因为毕竟 这是农民运动会 和正常比赛 那个专业的会一样 我们农民运动会 主要是确温运动会 它这些抢粮呢 或者是 还有抗旱呢 这些水 都是我们自己给预备的 粮食也都预备了 你抢完粮之后 如果要是撒了的话 我们必须得给收下来 如果要不都不收下来 一跑的话 一定会有 对于咱们运动员有伤害 正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的 无私奉献 才使赛会能够顺利进行 他们觉得 只要农民朋友玩得开心 离开了农播园之后 我们再去冰上看一看 全国青少年 U系列滑冰比赛 第四展吉林赛区的比赛 在8月17号至19号 在吉林省体育局 冬季精灵运动保障中心的 滑冰馆举行 比赛不但吸引了 省内众多的 短道速度滑冰队员参赛 而且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 短道速度滑冰队员 也是纷纷勇于报名参赛 这个其实对于 在全国推广和普及 短道速度滑冰之项运动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走进吉林省体育局 冬季经济运动 保障中心的速滑馆内 精彩的全国青少年 U系列滑冰比赛 正在激烈上面 比赛场上 孩子们正在奋勇拼搏 力争取得好成绩 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比赛是检验他们 平时训练成果的最好手段 同时全国性的比赛 也是展示自我的最好平台 在比赛队员的休息室内 吉林市体育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 短道速度滑冰队员赵世强 正做着赛前的准备工作 赵世强告诉我们 在首战的比赛中 他夺取了冠军 由于有了上战的比赛经验 这战比赛 他也信心十足 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能划到自己的 很图书的目标 也知道了对手的实力 也自己也感觉到了 丰富了很多经验 在比赛的间隙 记者通过与大多数参赛者 交谈了解到 全国青少年U系列比赛 对于每个队员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队员们在比赛中 可以发现不足 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弥补 从这次比赛 发现了自己起跑 没有别人强 没有别人跑得快 之后回去会多加改正 好好练习 近年来 冰雪运动不断升温 不仅在北方地区 上海 云南 广东等地 已经开始普及发展冰雪运动 在今年的全国青少年U系列 滑冰比赛中 一些南方的队员 前来参赛 这一码培养它的竞争意识 而且把平时系列的成果展示出来 再然后呢 在自己提高技术同时 也向别的队员进行学习 而且U比赛的范围比较大 包括北京啊 上海啊 好多就是南方城市 也到东北来参加比赛 对海洋的增强信心 提高的视野 增加见识 都是一个好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好 本年度青少年U系列 滑冰比赛 共分为区域赛 全国系列赛 全国总决赛 在比赛期间 各地将穿插开展 青少年滑冰训练营 以提高青少年的参与度 从而达到 以赛促训 以训备赛 以赛选拔 以训提高的目的 这样的话呢 搞这个比赛 对青少年的提高 和普及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次比赛当中呢 也涌现不少 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 这样对呢 今后国家的 就是招收更优秀的运动员 往这个国家培养 输送 这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说完了冰上运动 我们再来说一说足球运动 对于后世界杯时代的球员去向 一直吸引了这多方的注意 但对于阿根廷的梅西来说 未来何去何从 他的抗争 还会进行到底 世界杯后 三毛利放下阿根廷教编 由于上位找到新的主教练 阿根廷足协宣布 由斯卡罗尼担任临时主帅 梅西准备就此诞出国家队 专注于基勒部赛事 2006年世界杯 曾与梅西并肩作战的斯卡罗尼 也与阿根廷队长进行了交流 双方达成共识 在2019年之前 阿根廷国家队 将暂时不征召梅西 未来 阿根廷将迎来两场国际游艺赛 分别对垒威丁马拉和哥伦比亚 这是世界杯后阿根廷队首次亮相 但梅西并不在队中 据其梅西一表态 在2018年不再代表阿根廷出战热身赛 他想把利息留在2019年美洲杯赛 因为梅西至今还没有为阿根廷 车电国家队赢得任何大赛锦标 梅西想在2019美洲杯圆梦 梅西为阿根廷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6月底的世界杯1%决赛 阿根廷3比4赋于法国 被淘汰出世界杯 阿根廷出局后 两位中场球员 马斯切拉诺和比格利亚 相继退出国家队 阿根廷队长梅西选择沉默 如果这半年阿根廷队不征召梅西 那么阿根廷面临群荣无首的酒精 到底是迪玛丽亚 伊瓜因 阿贵罗等风险球员挑起重担 还是巴内加 恩佐佩雷斯 奥塔门迪等中后场中间 接过梅西一搏 无论谁担任阿根廷队长 都需要一定适应时间 在阿根廷队从世界杯出局后 梅西几乎没有对公众 哪怕留下直言片语 世界杯后 他带着一家去伊比萨岛度假 他还和纳达尔一起出现在保龄球馆 他似乎一直处于度假状态 之后他返回了俱乐部 以巴萨队长身份 率队多得个人在这里的第三十三个冠军 就此超越伊涅斯塔 成为巴萨队使拿冠军最多的球员 没人认为 梅西会永久退出阿根廷国家队 但他与阿根廷阻结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梅西用自己的方式抗争 他只做不说 对于运动员来说呢 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是 能一直为一个东家效力 球迷也会完全接纳他 但对于梅西来说 他只幸运地收获了后者 却无奈地要接受这抗争的一切 只希望这位阿根廷星球王的下一个赛季里 这种烦恼会少一点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板块 体谈故事会 在这里呢 我们会给您全景展示体育界工作者的生活 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1958年8月到2018年8月 吉林省田径队已经建队60周年了 昨天几代田径人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6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下面就让我们与他们一同去回谷 吉林省田径队走过的60年风雨历程 回顾他们曾创造的辉煌成绩 今天直到这个60周年呢 特别的高兴 今天看到了吧 咱们那个在前面讲的 就是吉林省的田径的辉煌 我们是踏着那个老童是走过的足迹 来实现我们的梦想 很高兴 也很激动 就是说作为田径人呢 应该说刚才这个 承载着60年的田径梦 就是应该说作为田径人吧 我无怨无悔 接到这个通知啊 从全国各地 从全省各地 奔这个环山度假村来 参加这个60周年庆典活动 见到那些老队友啊 或者老教练啊 都很真的很开心啊 和好多年好多年都没有 见到这老同学啊老朋友 和新年建立面 心情是挺激动 这种机会呢 确实是很难得很难得 吉林省田径队成立于1958年 自舰队以来 一批又一批 优秀的田径人 为之拼搏 在60年的风雨历程中 有欢笑 有苦涩 有泪水 但他们从不畏惧退缩 奋力追赶着前进的目标 从60年代到新世纪 吉林省的田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汗水与成绩 不断地书写着 吉林省田径史上 浓墨重彩的篇障 如果把它分期来看呢 那时候50年代到60年代 我们属于那种初期阶段 初期阶段呢 领军人物就是阴凤五 是吧 后期是同流量 到70年代到80年代 这个中间 我们属于中间力量 中间力量呢 但是以李国军 魏宝红 袁靖河 包括在内吧 反正有好多人主员 承载着这个 成前起后的 把吉林省的体育呢 达到了一个高度 承载着吉林省60年的田径梦啊 说吉林省通过几代人 说共同的努力 也有过辉煌 说说 我希望呢 在传承老一辈的田径基础之上 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 说把他们的智慧 把他们的能量都发挥出来 让我们的田径 为吉林省 为国家争光 在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 吉林省在田径项目上 涌现出了一批批 优秀的运动员和教育员 他们通过努力与拼搏 展示着吉林田径的风采 他们在全国的比赛中 创造了许多佳绩 更有人曾打破亚洲记录和亚运会记录 田径项目原先就是想拿亚洲冠军 但是没想到多就想破亚洲记录 亚洲水平还是 我当年拿的成绩就是破过全国记录 破个亚洲记录 一千五百米 八百米破全国记录 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 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成绩 拿过全国冠军 我们的一些新同志 新的教练 能续写以后的辉煌 进入新世界后 吉林田径更是后备人才辈出 在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全运会 成运会 青运会 世界青年锦标赛 青年奥运会等大赛中 继续刷新与续写着 吉林省田径的成绩策 从锦标赛到全运会 到养运会 再到奥运会 可以说是重买了我 吉林省田径人 几代人的梦想 而我呢 只是在这个漫长的道路上 走那么一小步而已 如果说没有再做老前辈们的努力 和打下这个夯实的基础 我想也没有我们的突飞猛进 在这里要向你们说一声谢谢 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我一定要承载着这个梦想 我还要继续前进 田径队风风雨雨60年 就是是你们60年 我踩着巨人的肩膀 我们在前进 在过去的60年间 吉林田径人通过不懈的努力 证明着自己 而吉林省田径队 更是承载着几代人的田径梦 这个田径梦承载着很大的负担 因为我觉得啥呢 我是搞专业的 这么长时间 我是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出身 这个梦呢 一代一代的延续到现在 尤其是啥呢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教练员来讲 他是承载着更严重的一个梦 去帮助我们的运动员 帮助我们的所有的人 来实现我们这个梦 心情 我们的意气更加的风发吧 更好的是看到我们新的 六十周年的相聚 更像是对吉林田径历史的一次追忆 在他们的脸庞上映射着 吉林田径的过往与辉煌 而这样的一次相聚 更是勾起了许多人 对于那段岁月的回忆 范围去训练呢 那老教练一招就 大家就是说的训练很刻苦的呀 你说我那投资教练员 刘淑琴 那对我们要求可言呢 那对我们 那天明都能投150次啊 那这一下午啊 就钻出来 那天那钢铃 都能投200多斤 155平均 150公斤呢 那是很累的 那都是 苦那时我们也实际上 都是没砸跑道 没有塑胶跑道 都是想出城去 想比人家付出的 要多一些努力 才能超 就是能超过别人 哇 那个时候田径 可能和现在 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最大的 我们那时候是一球二百 我刚刚开始 接触田径的时候 我们是没砸跑道 那么现在呢 看到 进了中心场地以后啊 看到几块 有训练场地 有比赛场地 那感觉到 嗯 不一样的 那不管是在 多么艰苦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一个体育人 就要克服各种困难 都比的练 比 其实人家都起得早 我们自己都很劲的练的那种 我们都想出城下 我们自己都跟男的跑 不跟女的跑 就为了 去提高自己 对提高自己 想拿冠军嘛 就是跟女的跑 跑过了女的 能跟住男的 才能拿到冠军嘛 你想就原校都跟住男的运动员训练 不跟着女的跑 精神就是奋斗 争取 对 也很苦 也很高兴的 田径是运动之母 它辐射着整个竞技体育的根基 有人说 田径人永远是竞技体育的技能 永远放射着无限的能量和潜质 在此让我们共同祝愿和期待 吉林田径人继续创造辉煌 谷写新的天章 与养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进行第二次开始 在感受了吉林省体育员的精神过后 我们再回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放松一下 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宝典 说到平时买衣服 我们经常在淘宝或者是去商场买衣服 买完之后穿上去之后 总感觉这跟橱窗或者是模特 这感觉不一样 其实我跟您说你就明白了 您的肩部可没别人模特那么宽 毕竟想让自己成为一个 能给衣服打板的架子 这宽厚结实的肩背部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在今天的运动宝典中 让我们一起去动起来 学习一组新的家庭式背部锻炼的动作 不仅对着寒胸驼背 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还可以让您拥有着厚实的肩背部 尤其对于男士很受用 我们再学一学 今天我带领大家去完成一下背部的训练 那么背部肌群广受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热爱 因为你的背部加强 首先你的背部强化之后 你的整个肩部会打开 自然你的体态会更漂亮一些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女性男性都是非常喜欢背部的一个强化训练的 今天我带领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下这个动作 双手放在瑜伽垫上 双脚略微张开一点与肩称宽 双手自然向你的两侧张开 掌心向下 刺指扣紧 拇指向前 保持肩甲 作为一个内旋动作 向上抬起 拇指向下 向上挺胸 腰椎收紧 臀大肌夹紧 向上做提手动作 保持固定 停顿 三到五秒钟 火源 发力 火源 发力 接下来我们完成下一个动作 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咱们完成一下进阶的动作 难度会提升一些 你的背部会有一个纵向的一个拉长 首先我们双手向前 移住在你的头部前侧 拇指放在你的肩峰外侧 向上抬起 做挺胸动作 向后 刺指向扣 做提拉动作 走关节向下 向你的 向前 移住去推输 火源 手手收紧 保持固定 三 三 二 一 向前 火源 放松一些 来 接下来我们完成第二个背部训练 一个俯身 雅铃划船的动作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完成这个动作 首先我们转过来 双脚 与你的宽关节保持通宽 保持与宽关节通宽 双脚保持平行 向下做曲宽动作 再做曲膝动作 双手支撑在你的膝关节前侧 向下做俯身动作 打到一个理想的角度 接下来我们拿起雅铃 记住这个动作 雅铃放在你的膝关节前侧 向上做提手动作 打到顶峰 走关节向后 大臂与地面保持平行 背部收紧 火源向下 再次发力 挺胸 背部挺直 视线向前 呼出气 火源慢一点 发力 肩甲收紧 腰背挺直 保持背部处于一个反攻形状态 向下 发力 收紧 火源 发力 火源 发力 顶峰收索 注意收紧 慢一点 火源 再次发力 收紧 今天我们完成的背部肌群 主要针对我们年轻人 上班族 学生 主要是帮助我们改办 改变你的背部的一个肌力 同时改善你的寒胸 脱背的一个体态问题 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你们一定要努力地训练 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整个身体状态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了各位 三十分钟的节目时间 是一顺而事 不知道您对我们这期新样式的第一题 有没有更多的新鲜感和喜欢呢 那么在下期节目中 会给您带来更多更好看的 如果您对我们的新版块有什么建议 欢迎提出更多的导贵意见 播到我们来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 1234 当然了 是随时为您服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本期赛是由农博会组委会主办 长春市体育局 长春市体育总会承办 三会以绿色农博健康长春和农民节育 农民是才艺绝活表演者 联手为参展的嘉宾和市民观众 奉献了一台精彩刺激 新颖独特的开场牌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同时农民区文运动会 作为一个亮点板块 同步火爆开场 来自长春市15个县市区代表团 600余名农民运动员和30名农 这享誉国内外的农博盛会 又一次隆重开幕了 只有给了无数朋友们一个举加油玩的好去处 那么在新厂道农博会里各个展馆的 最新最火的消息 那么在今天的体育周刊中 我们将会了解到哪些重大事件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体育周刊 体育周刊是我们第一体育打造的 一个全新的资讯板块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看到 这一周内吉林省的重大体育事件 还可以了解到体育界军动水平 而且在全国推广和普及 短道速度滑冰之项运动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8至2019年度 全国青少年U系列滑冰比赛 经过三天激烈的角逐 于今日在长春时落下名目 比赛不但提高了短道速度滑冰运动 2018农博会开幕 农民趣味运动会也同时精彩上演 妙许恒生属谁最 自在趣味运动会 将采用全新的板块和全新包装 希望给大伙带来一个视觉的新感受 希望这一次的改变 能让您是真正的眼前一亮 下面依然来了解一下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体育 我们栏目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正在为您服务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第一体育栏目